这条命运叫做老汉女的车 一定要没有什么都不弄 我是说我的这个方法 警告在时光上的 袁勇宜或许是第一个被成龙公开封杀的女演员吧 1995年 成龙砸下两一拍摄电影霹雳火石 正值袁勇宜风华绝代之时 所以她专门斥剧思请对方出演女主角 然而在拍摄电影的时候 袁勇宜却经常叫班 拖拖拉拉 严重影响了剧组的进度 正让敬意的成龙大哥很不满意 之后补拍一些镜头时 袁勇宜更是频频失联 这也彻底惹恼了成龙 成龙的影响力大家有目共睹 和她作对无疑是和香港影坛唱反调 所以拍完霹雳火之后 袁勇宜就很少出现在大众事宜里了 又传闻称是成龙联合香港各位导演一起把她封杀了 这一封杀便是20多年 直到2017年 两人终于在曾志伟的前线下旷世和解 当时袁勇宜还发微博称成龙大哥对我不计前嫌 原来很久前还为我制作了一些礼物 大哥谢谢你 我会继续做一个好演员 下面还配了几张和成龙的合照 可以看得出成龙也是真心原谅了 当年那个不懂事的妹妹还特意为袁勇宜 准备了两人合作电影霹雳火的胶卷作为礼物 其实袁勇宜当年之所以这么狂 也是有原因的 1990年 19岁的袁勇宜获得了当年香港小姐的总冠军 自此正是进入娱乐圈90年代的港姐选美政治巅峰时期 能够荣获冠军头衔 连袁勇宜自己都说 可能是因为得了冠军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但他这样自傲的性格 却被张国龙提点说 花五百日红自己要减点 毕竟当时美女如云的香港影坛 从不缺能力出众的演员 可刚刚出道的袁勇宜还保持着直率的性格 他显然没有意识到 这个圈子的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 后来在杨兰的一次采访中 袁勇宜四报 刚进无限的那几年 自己过得不是太如意 常常说话不经大脑 当年就是因为 自己说错了一句话 被公司学藏了三年来 那时他正在拍一部戏 前一部分男主和女主还是针锋相对 后面两人毫无征兆的拍拖了 这种人物性格令袁勇宜难以接受 第一集跟最后一集不一样 然后我就跟自己说 我说神经病人是怎么拍的 就是这样一句话 让电视剧的制作方不满 经纪人也和袁勇宜说 以后有什么事要先和自己沟通 不能直接和记者讲 从那之后 袁勇宜的片约变少了很多 再加上后来得罪成龙大哥的事情 片约就更少了 其实袁勇宜一路走来都有贵人相助 还是蛮幸运的 只是性格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很多坎坷 但时过境迁 现在的袁勇宜虽然脾气仍旧火爆 但再也不是那个刁蛮任性的公主了 张智玲这辈子受过最大的屈辱 应该就是新婚前夕被罗兆辉打电话挑衅吧 当年凭借港姐冠军的头衔 袁勇宜一炮而红 不仅是许多导演看中了他 香港的不少富商也企图把他收入麾下 在这些人中 只有情长浪子罗兆辉 俘获了袁勇宜的芳心 罗兆辉作为香港富商 之所以在娱乐圈出名 就是因为他和诸多女星传出的绯闻 和袁勇宜在一起之前 他就曾与刘嘉玲拍拖许久 和袁勇宜在一起时 罗兆辉虽没有过多曝光两人的恋爱细节 但分手后却向港媒爆料 呈自己五十万港币每月的价格 包养了袁勇宜两个月 后来在访谈节目致运饭局中 袁勇宜大方承认自己和罗兆辉谈恋爱时 他是已婚的 并且自己也是知情的 从小时突然间碰到一个男人 很take care 所有东西都照顾你 不用你担心 不用你烦 就是直接是 你想那样 第二天就会出现的了 听到袁勇宜的这番发言 想必所有人都会被震碎三观 但就像他自己所说 那变了 我想这些是大家所说的他梦虚为我 就是那时是一样的 就蒙发 就掩住了你的眼就变了 你就看不到人家的老婆了 才让他犯下了这么大的错 他和罗兆辉的感情更像 是一场不健康的交易 这种病态的爱注定难以长久 然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最过分的是 罗兆辉竟然在袁勇宜和张志玲结婚前夕 故意给张志玲打电话 出言羞辱对方 这样侮辱人格的事情 放在别人身上 可能婚礼都没办法举行了 但张志玲却将对袁勇宜的爱 发挥到了极致 不仅当年顺利举办了婚礼 还在婚后多年带袁勇宜 出小孩子般关爱之后提到这件事实 袁勇宜也坦言自己并不后悔 在公众面前透露自己当小三的这件事 只是觉得这件事对张志玲伤害很大 把我的人生的经验说出来 很明白 我特别明白 但是他们解读了以后呢 我觉得就伤害了他 对 唯一后悔是这样 你们可以继续往我来 但是不要是他 不要是我 我爱的人 袁勇宜能在公众面前 大方承认自己不堪的历史 目的也是为了坦诚自己 警醒别人 但公众关注的点 确实在十几年前 他不堪回首的过往 甚至连老公张志玲 也要被拿出来调侃 现在他有多后悔 对张志玲有多心疼 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也许正是有这样一段彼此陪伴 坚定选择的过去 才让多年以来 鲜亮夫妇的感情历久迷新 这才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被问到生病如果只剩下24小时的话 会对袁勇宜说什么事 张志玲回答说 你够不够用的 你说啊 够了 让我再安静 自己的老婆永远都是最完美的 甚至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考虑的问题也是 对方会不会在没有自己的日子里 衣食无忧 大家经常在综艺节目中看到 袁勇宜冲着张志玲发火的场面 在袁勇宜强大的气场之下 张志玲旧 像一直被驯服的小猫 而袁勇宜酷爱买包的习惯 也让张志玲 频频叫喊吃不消 但两人的神仙爱情 还是令大家羡慕不已 毕竟其实袁勇宜买包 买到张志玲胆战心惊 甚至在蹦起前喊出的话都是 老婆 不要再买包了 但这么多年以来 袁勇宜的包却已经堆成了山 何熊还调侃过张志玲 本来应该多一点时间休息 但是志玲哥还是来了 这么辛苦 是因为我亮亮节要买包了吗 袁勇宜说话口不择言 行为举止大大咧咧 买起东西来大手大脚 这些在旁人眼中的缺点 似乎都被张志玲人为筛选掉了 他曾经说过 在自己眼中 袁勇宜是没有缺点的 我不觉得应该要去改变对方 我应该怎么可能某程度上 我欣赏他们的发达 之后还直接喊话袁勇宜 不要改变自己去迎合我 你永远没有让我失望过 在妻子的浪漫旅行中 张志玲成为袁勇宜 如果我真的不存在了 你会找另外一个人照顾 当袁勇宜说不需要后 张志玲还试图说服她 在地上一划 就这么用在那边 那就算了吧 那就算了吧 对吧 之后张志 林表示这个世界有很多意外 也有很多健康的问题 能够看着伴侣一天天的老去 她觉得这是最浪漫的事情 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而袁勇宜也说道 我一定要身体健康 继续虐待张志玲 袁勇宜出道急巅峰 年轻貌美的她可能一时间 被名气和荣誉冲昏了头脑 曾经误入歧途 也曾遭到封杀 然而多年以来 虽然看清了许多人间事 但她还是那个直爽坦荡的她 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痕迹 但却把她自己的年华 谱写成了一段值得品读的歌 不得不让人佩服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张志玲 我出道三 太难 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希望各位看官老的音乐 多多是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那谁剪啊 她了当然 好 CALL ME HELL